主料,无盐黄油90克,巧克力50克,迪金面粉48克,鸡蛋一个,细砂糖50克,辅量,喝它50克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巧克力虽然是巧克力壁,也要把它掰碎些隔水融化。 注意的是,融化巧克力水的温度不能超过55度,巧克力的盆不能进水,烧放冷杯用降温至30度作用,黄油软化到了,用手一桌就轻松有一个印,加糖烧打发,鸡蛋打撒后分次加入黄油,每次打烤后再入鲜的蛋液,分次加入之前融化的巧克力扒匀,一次性扇入低筋面粉,扇入核桃仁扒匀之后, 倒入模具这里的核桃是提前烤箱的,150度20分钟,180度20分钟,出炉冷却后切块,我这个模具折得宽了,量又不是很多,所以高度只有2.5厘米,成功的布朗尼应该是外皮有干皮,里面湿湿的烹饪技巧,配方有改变,我这里是打发过的黄油,我更喜欢这种,黄油打发后充满空气, 可直接融化的口感热微不大一样,烘焙其实就像是实验室,不经意间的一个改变成品,可能也会不一样,喜欢更热一点口感的,可以不要打发黄油直接融化混合,操作比这个更热的,关于巧克力我选用法服内可可含量66%,加勒比海巧克力,浓郁的香味使得制成的巧克力,显得香气吸人, 它具有过香的甜味,只要加上少许的糖粉,就会使它发出微妙的杏仁风味,与红焙过的咖啡香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